今天大家谈到就是这个朝鲜半岛的危机 其实在之前两名这个韩国的南韩的军人 被这个地雷给炸到之后呢 现在是导致南北韩出现了一些冲突 而且这几天都是在做这个马拉松式的谈判 今天好像有结果了是不是 是的 那个总算达成协议 我们昨天在分析这个南北韩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说 只要谈判维持下去的话 情况总是好的 那这次我们已经看到了 经过43个小时的 三天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那当然这个与会人员一定是累得不得了 因为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你想想看43个小时 而且很多上年纪的人 坐在那边不断的 然后扯来扯去 扯来扯去 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谈什么 但是总算谈出六个结果 不过这个六个结果显示出什么呢 显示出这次金正恩耍无赖 耍了一个无赖以后 闹了一场戏以后 那么很难看的收场 之前我们有 昨天有跟各位观众朋友做了分析 也就是之前不管他做导弹尸射 或是有关于炮击炎拼导 或是做这个核四报等等的 其实他的无悔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恢复六方会谈 可是在这一次你看 把他弄到这么紧绷的时候 中美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无意恢复六方会谈 日本跟俄国做闭上关 都完全不吭声 看你们怎么玩 当然就只这样两韩自己在玩 可是如果两韩自己在玩的时候 以朝鲜的能力来讲 他实在是也打不过这个韩国 可是昨天传出一个消息不寻常 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传出一个消息就是 美国跟韩国已经在磋商 动用B-52战略轰炸机 而战略轰炸机即将要从关岛起飞 那么飞过来 那这样的战略轰炸机对朝 对于我们昨天有讲过 如果是斩首行动的话 那对于朝鲜的领导人 他的身家性命安全就会产生威胁 美国也可以借这机会 把他的导弹试射基地 可以把他的核能长 把他做摧毁的动作 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就看到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美国的核动力潜见 也要从日本出发了 这样的情形对于朝鲜来讲 安全的威胁已经开始形成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突然间 昨天达成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六点 第一点就是朝鲜我们看到了 其实朝鲜就对于说 这个两韩之间 我们要恢复这种政府间的 务实的事务性的谈判 这个本来就是朴槿惠的主张 本来金正恩在年初的时候就说 我们两个头头没有理由不见面 但是朴槿惠说还不到时候 我们应该是政府间的磋商 好 现在看起来是按照南韩的意思做了 那么第二点 朝鲜条件会说你要到线 你要认错 而且要保证以后不挑衅 现在朝鲜也说 我们对您刚刚提到的 两个韩国士兵被炸到的这个事情 讲是遗憾 今天讲是遗憾 我们表示遗憾 那表示遗憾就表示什么 是他们干的 之前他们否认是他们干的 现在表示他们干的 好 那就说我遗憾 那接着韩国最在乎的是 中秋节的时候 黎善家属要见面 也同意了 然后接着红十字会磋商 我们看到了 六个协议出来以后 几乎都是按照韩国的要求在走 所以结局还不错 我看在这一次 朴槿惠的处理可圈可点 所以我估计朴槿惠 如此低迷的民调 在这一次果敢坚定的反击 而且意志非常坚定的情况下 朴槿惠在韩国的声望 应该会上来 因为他成功的 有效的划起这个危机 赖老师刚刚提到说 整个会谈好像是由南韩这边来主导 好像也拿到了比较有优势的 可是北韩现在我今天答应你了 可是我就是无赖 我明天跟你说 没想到 重来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有可能发生 但是每一次经过这样 朝鲜在国际间的信用就越来越低 而且已经看到了一个模式了 也就是说韩国以后 对于朝鲜的这种挑衅的行为 都会立即的果敢的直接就反击 那这样的情形 很明显的已经看出 朝鲜本身是外强中干 也就是说他内部的意志 因为对金正恩来讲 很明显的 这个年轻人还是怕死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威胁到他 身家性命安全的话 他本身还是有妥协的可能性的